King Legacy在我們上次更新的時候 更新了非常多的新東西 其中呢就包含今天我們要介紹的 我們的鳳刀V2 至於鳳刀V2的技能當怎樣呢 今天我就來使用我們其中一個朋友 Alor的帳號來秀給大家看 這個鳳刀V2的獲取方式 以及他的技能展示吧 6號大家好我是Tim 今天我們又回來到我們Robust King Legacy 對於今天我們回來呢 我們是要來介紹一個他上次更新的 新的一個新東西 也就是我們的鳳刀V2 但雖然說他是鳳刀V2 他雖然說是一把刀的V2 可是實際看下來 他確實已經變成一把槍了 什麼意思呢 來你現在看到身上這個著吼的東西 這個著吼的東西就是我們的鳳刀V2啦 可是你看當我把它拿起來 有沒有看到這根本是一把槍 這完完全全的已經變成一把 然後我先把我們的武裝色關掉給你看下他的圓形 他原本的時候就是 那個鳳刀V2原本的時候是長這樣 他上面還有一點漸層的那個顏色 然後上面還有一點小裝飾 其實看起來是非常非常的不錯的 然後 這個時候會有一些人問啊為什麼他們的 鳳刀V2上面啊沒有這種 類似血的特效 可是我的卻有 啊 Nurses 剛剛講哪裡 這把鳳刀V2 它已經 Ryan 這把鳳刀ou 還有 photo 還有花紋還有後面槍柄的部分 真的是我自己是覺得非常的帥 是真的帥的很可以好不好 然後至於這個時候有一些人會想問 就是為什麼我的這把槍上面有一些見血的特效呢 那是因為我這個是戒扁的帳號來展示這個鳳刀V2的 然後他這個鳳刀V2有附魔過 至於這個附魔也是這次更新新的東西 我會在下次的影片來介紹一下這個新的東西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我下次會出的新影片這樣子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立馬來展示我們鳳刀V2的展示影片吧 好那如果你喜歡這種Teen Legacy系列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幫我的影片點下個喜歡 也別忘記幫我的頻道點下個訂閱 這樣才不會做過我以後頻道的更新影片 也別忘記加入我的Disco伺服器 這樣就可以與我還有我的觀眾們一起了解 連結的話放在下方說明欄 點擊就可以直接加入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鳳刀V2展示影片吧 好呢首先關於鳳刀V2呢 來我們先打開我們的武裝設 這個是他打開武裝設以後顯示的樣子 沒錯看起來還是一樣異常度啊 然後我們就廢話不多說趕快來吧 然後我們剛剛講的嘛 他的本質上是一把槍 所以我們現在就直接來進行補弓吧 沒錯這就是他的補弓 呃他的點數還是吃他的刀的啊 所以不用擔心 我們就先來連發一下 第三發的時候會發射出一些特殊的子彈嗎 不知道這是一發 哦他的攻擊距離很短哦 看來不太好打呢 你看我從這裡打 我從這裡打還打不到欸 看我從這裡打 哦要靠的蠻近的才打得到欸 真的還假的啊 我們來立馬試一下看看 首先一下呢 第一下是2200 2200 然後4400 6600 8800 對然後會有一個連擊 哦那個很痛 後面有一個特殊攻擊會很痛 我們就 好像是如果你零按38的話 他第三發會變成一個特殊攻擊 像這樣 你看 1 2 哦有點Lag 有點Lag 可是好像對 第三發會變成特殊攻擊 然後那個特殊攻擊很痛 對那個特殊攻擊很痛你看 前面兩發才打出四天式 後面再加上第三發 那個特殊攻擊 直接打到18000 嗯 確實痛 那真的看起來很痛 我們再來看最後一次的我們的普攻吧 哦 而且他那個範圍還蠻大的 看起來是還行的好不好 好啦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來立馬看一下我們的Z技能吧 來這個是我們的Z技能 按住的情況是這樣 哦差可以 哦 哦 哦 他可以蓄能耶 哦 哇他蓄能 變超酷耶 天啊 哇 哦呦 哇 哇 哇 哦這傷害 然後這特效 太酷了吧 等一下等一下 那他 那如果他不蓄能的時候 會什麼樣射 哦不蓄能 如果你不蓄能的話 他就單純只是射出一發子彈 然後往那個 彌尺的地方射而已 哎可是我注意到一點哦 就是他的冷卻很快 你看你看 你看我們Z招的冷卻 很快耶 好像每兩秒就可以發射一次哦 其實算是很快哦 他的傷害也不算很低 大概在8000左右 雖然說他傷害跟其他刀的技能比起來算是偏低 他只有8000 可是他的冷卻是非常的低 就是你等頭每兩秒就可以發射一次這個Z技能 那這樣的話他的傷害算起來也是算非常的可觀 不錯的 然後呢 剛剛你也注意到啦 我們Z技能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普通的單發 然後我們來秀給你看 我們來看一下他續能的Z技能需要多久 我們就立馬來看 首先按住 1 2 3 好 你需要按住整整3秒的時間 他才會續能成功 我個人覺得啊 這個續能 只適合用在那個 那個 刷 我個人覺得啊 這個 續能啊 只適合用在刷怪上面 基本上在PVP 你不太可能用到這個續能 因為你要站在那邊 然後整整按住這個技能3秒不動才可以啊 確實偏麻煩 然後也有點難用 對 差不多像這樣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立馬看一下我們的AX技能是什麼吧 這個是我們的AX技能 這個是 這個是 哇 Oh my God Holy 喔天啊 這是什麼東西 這也太酷了吧 所以剛剛看了一下那個AX技能 他看起來像是一個強化普攻的技能嗎 對 沒錯 呃 我們現在來再來看一次好了 這個好像是 對 他是不會造成傷害的 可是我的普攻會變成超級痛的 你看我現在就 喔 隨便打一打我就打出了5萬的傷害 超誇張欸 這也太誇張了吧 那個強化普攻看起來是真的有那麼一點點東西喔 而且看起來是超級強喔 然後我剛剛發現啊 就是你在用AX強化的時候 像是 就是AX技能這個強化你的這個鳳刀V2的時候 你的子彈數量是完全不會消耗的 像你現在看到上面不是有一個子彈數量嗎 當你這個子彈數量用完的時候啊 你就不能再繼續發射 你要等個幾秒 你要等個幾秒讓他那個子彈數量補完以後 你才可以繼續使用那個鳳刀V2 那你看我現在是AX 我現在使用AX的時候 我現在一直狂暗我的 狂暗 我強一點我的武功 我的那個子彈數量完完全全沒有減少 對 看起來這個強化真的是非常的強大啊 看起來相當的不錯好不好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AX技能 會不會對利招產生強化吧 我們就立馬來看一下 呵呵 好首先 AX技能 然後Z技能 好看起來Z技能是不會強化的 因為你剛剛看到嘛 我們剛剛Z技能打出來的傷害是8000左右 然後現在我們AX技能打開以後 我們AX技能還是打輸在8000左右 所以這個AX的強化 僅僅只是強化普攻而已 他並不會對我們的AX技能造成強化 我們就來看最後一次我們AX技能 強化普攻的樣子吧 喔天啊這個 這根本簡直在亂打啦 哇天啊超酷欸 超誇張 你看這5萬傷害隨便打欸 欸如果真的拿去刷BOSS的話 應該會超好用喔 因為他那個打出的傷害 這個是非常誇張的大 蛤 那我們鳳刀V2的技能展示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完整的 教你如何獲取這個鳳刀V2吧 來GO 好首先呢 我忘記鳳刀V2怎麼拿了 敲燈我一下 好首先 關於如何獲得我們的鳳刀V2的第一步驟呢 首先你要來到我們這個冰與火之島 怎麼說呢就是 就是獲取那個黑刀V2的地方 就是這裡有分成兩半 一半是岩漿島 另一半是冰島的這個地方 然後現在開始跟著我的地方走 在這個岩漿後面 這裡有一個NPC 這個NPC就是我們獲取鳳刀V2的NPC啦 那我們就直接跟他講話 現在他這裡講的話 跟你現在看到的話 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現在我身上已經有鳳刀V2 所以他現在跟我講的話 是另外一段話 那我就直接用口頭的方式 來告訴你們 如何獲得這把鳳刀V2吧 首先你跟這個NPC講完以後呢 他就會給你一個任務 這個任務呢 你會需要150個Gumpowder Gumpowder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來看到這裡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首先你需要150個Gumpowder 這個東西 然後下一個呢 是我們的火焰精華 火焰精華呢 你需要一個 然後羽毛 就是我們普通的羽毛 不知道這裡有沒有 喔對 這個是這個羽毛 這個是羽毛嗎 然後我們確定這個數字 反正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你需要350個 至於這些東西的獲取方式 我都會打在下方的說明欄 或者是下方的留言區 我會打在那邊 你們直接看 就可以知道這些東西要如何拿啦 因為我現在這裡 要臨時去查的話 有一點麻煩 然後就是直接講的話 有點可能說不清 所以我會直接把它 所以我會直接把它打在下面的留言區 讓你們大家知道 如果你們大家想知道這些素材怎麼拿 那你們就直接去看留言區 你們就會知道啦 然後之後呢 當你獲得全部的這些素材 你就回來 再跟這個NPC講一次話 他就會給你我們 第二個鳳刀V2的任務 這個第二個任務呢 就是 你必須要殺死八個海怪 然後還要殺死四個海德拉海怪 然後這個全程的過程 你都要使用我們的鳳刀才可以喔 如果你沒有使用我們的鳳刀的話 那你這個任務就會失敗 你就必須要重打一次 這個我們的海德拉或者是海怪 他才會記在裡面 這個意思呢 等同就是你要殺十二隻的 海德拉加海怪才可以 但記得喔 就是要海怪八隻 然後海德拉四隻才可以 然後 當你用鳳刀每殺死一隻海怪 或者是海德拉 你的螢幕上面就會顯示出一個 你的鳳刀已經升級後的事樣 當你的鳳刀升級到第十二集呢 你就可以再回來找這個NPC啦 好 那當你的鳳刀已經升級到我們的 第十二集 也就是你打敗八隻海怪 還有四隻海德拉以後呢 我們就再回來找一次這個NPC 再跟他講一次話 他就會要你做我們最後一個任務 也就是我們最難的任務 這個任務呢 一樣是找素材 首先呢 你需要一個我們的鳳凰之類 鳳凰之類呢 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 還要我們的跟拋的 就是我們一開始講的這個跟拋的 這個東西你需要2500個 是非常的多的喔 然後下一個呢 是我們的海怪幽靈 海怪幽靈呢 我們需要三個才可以喔 然後最後呢 就是我們的 濕落紅寶石 濕落紅寶石 我們必須要有七個才可以 然後當你集齊這些全部所有的材料呢 你就可以再回來一次跟這個NPC講話啦 至於再說一遍喔 這些材料呢 我都會打在下方的說明欄 或者是留言區 讓你們大家知道這些材料可以在哪裡獲取啦 當你集齊完那些材料 並且回來跟這個NPC講話以後呢 恭喜你啦 你就會直接獲取我們的鳳凰刀V2啊 就會拿出你們的槍變成長這樣啊 非常的酷對不對啊 然後另外呢 補充一點東西啊 就是 如果你覺得這個槍 真的不好用 就是你真的不喜歡這個槍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隨時回來找我們這個NPC 當你所有任務都解完以後 並且拿到鳳刀V2以後呢 你就可以回來找這個NPC 並且跟他講話 當你按下這個鍵以後呢 你會看到上面顯示一個字樣 然後你就會發現啊 你的鳳刀回去原本的V1的樣子啊 就是真的 像這樣你看 這個正常的鳳刀 就是原本的鳳刀就是長這樣 沒錯 那當你覺得這個鳳刀 你又玩逆眼 你先要回去玩槍 沒關係 非常簡單 再回來找這個NPC一次 然後按下我們的確認DIS 它上面又會顯示出那個字樣 然後你的鳳刀又會回去 我們V2研究出我們槍的樣子啊 就像這樣 非常的酷啊 好啦 那我們今天鳳刀V2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不知道你對這次 King Legacy的鳳刀V2的更新感覺怎麼樣呢 你喜歡這次鳳刀V2槍的造型 還有他的各式各樣的技能嗎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的影片點下一個喜歡 更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打開小鈴鐺 也不要忘記加入我的Disco群組喔 那我是Tim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天鮮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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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